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哥 欢迎收看 养鱼乐趣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PSB光合菌培养实验2 这一次的培养方式是加入 20%浓度的PSB光合菌 要测试看看 在这样的浓度下 我们培养的时间会不会缩短 跟上一次10%浓度做个比较 一样加入8颗 ABIOS爱表示钉当作培养机 我会连续记录到培养熟成为止 观察每天颜色的变化 最近天气变冷了 温度偏低 会影响整个培养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实验很重要 给大家做个参考 光合菌的培养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日照 一种是灯照 一般来说 灯照大部分都是在室内进行 如果你采用灯照的方式 就不要拿去日照 因为两种光线的波长不同 可能会导致 光合菌生长 温暖的情形 而且有可能会 有杂菌的产生 最好不要混合使用 如果你采用室内灯照的话 就是把你 饰养光合菌的瓶子 放在 白字灯的周围 距离约10公分左右 使用 40瓦以上到100瓦以下的灯泡 温度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 如果温度太高 光合菌会死掉 这一次录影 有一段不小心 按错没有录到 就是我添加光合菌那个步骤 加入 20% 400mol 8颗艾表斯钉 这一次使用过滤水 这边跟实验一做个比较 本次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